请收看维新世界 世界和平推手 功德榜 我书念的少 话就不会讲很多 放心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 庭园规划设计与世界和平 庭园好像大家都会觉得说 它是一个休息空间而已 那么我们师父常常告诉我们的 大五其外 细五其内 所以我们这个庭园呢 也可以小到我家里边的一个小小的空间 也可以到我们台湾 地球都可以来谈 那么我们如果把庭园变成环境 那大概大家就知道了 那么庭园规划设计呢 其实是人跟自然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安排 庄园规划计它最有名的这一句话 常常被大家拿来用的 天地有大美 耳不言 天地之间的美呢 是不用用言语去解说 因为它就是在那里那么漂亮的 所以我们下面有几个片子呢 我们就看 我也不说 这一个呢 好像色彩的效果不好 我们台湾的这个谚语 黄水黑大斑 你看 这个再大自然就可以看得到了 来 这一个呢 空中的花坛 我们要很感谢这一个主人 没有看到说这个电线杆已经被它爬满了 没有把它砍掉 这个是在南部 非常漂亮 梅而不熟 我们台湾有一个植物叫做野百合 这个野百合呢 它生命是非常旺盛的 从这个 恒春的山胡椒到北海的山来 从湿热的这个平地呢 一直到高山三千两百公尺的寒冷的地区都有它的中淫 全世界的这个百合呢 它的种子从播种到开发一年以内就会就可以开发的 只有台湾也百合 所以那种强润的生命力呢 是非常好的 这个是台湾最美的一个花会 我们看到这一个画面 这个是油桶花 所以那一个诗 这个诗呢 蛮蛮有意思的 它花归去马蹄香 这个是非常浪漫的一个自然的景观 那么在这一个画面里面呢 我们看到人 这个老婆婆 跟自然 跟我们这个庭圆 是不是非常的和谐 那么 我们在这种自然的空间里面呢 没有一个人会动怒 没有一个人会很匆忙的去生活 但是呢 套一个我们中门的理论来说 这个照片有一个非常大的瑕疵 那个柱子跟这个老婆婆怎么样 取景有问题 所以我 因为这一次要这个讲座 所以我就很用心地看了我这个照片 哦 这个照片有瑕疵 那个柱子的脚刚好充射到 怎么样 所以我一看就觉得很不顺 所以雪风水溢景 是非常好的 这个两个人的脚呢 都被炒淹没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 有一个诗 草莫足尽的诗意 在现实的生活 随时可以看到 这种情境呢 只是我到 这个山野里面去找 适合这个地方的草 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光线不好 那么种了这个竹叶草以后呢 就有这个情境 好 好 庭园的设计呢 牵涉到的光线的运用 光影的运用 是非常重要的 在一个草皮上面的一个树影 那感觉也很好 好 这个呢 遭养的树林 这个在我们千华 做一个回广告 好 再过来 这个也是 好 水中的倒影 那么水边的 非常饱满的植被 人在这个地方 我想呢 不管你是多热 都会清凉 心生和平 好 我们只隔了一个玻璃 室内是植物 室外呢 也是植物 那么人生活在这边 看到绿色 那一定会怎么样 长寿百岁 来 含苞 的花 还有呢 盛开的花 这两个哪一个比较漂亮呢 两个都漂亮 那个含苞的花 我们有一种期待 有一种想象 这个呢 是我们利用自然呢 常常在自然里面 我们都可以去欣赏到 好 这一个画面呢 我秀给很多朋友来看 大家就觉得很漂亮 那这个是我以前 二十几年前 在这个图片的一个文字 我来念给大家听 庭园是人与自然的联系桥梁 我们在这里直接与草木 流水 石头接触 欣赏因季节更迭 而变幻风貌的树木 开了又泻的花朵 还有风吹过灵骚的声音 静静飘落的叶片 种种变化 无不令人觉察生命 令人动容 这对长久生活在都市丛林的现代人 无疑是必要 而且不可再失去的伊甸园吧 那么我最近看了这些文字 跟这一个照片 我觉得这一些照片 都没有办法去传神 这个照片的美 其实这一个照片之所以很美 就是跟 其实跟师父常常告诉我们的 一样 人要单纯 我们看这个花园的周围 全部是绿树包围 那么绿树以外的空间 我们看不到了 我们只能够看到天上的天空 其他的就是我的花围 所以在这边给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说环境的设计 尽量的单纯化 那么在这种空间里面 人就会心生和平 我们来了解一下子 目前地球呢 我说的不堪负荷的地球 我们先来看我们的地球 在这一个文章里面 我发现到这个文章 觉得很好 很有启示的意义 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在一棵大的枫树上面 发现了几万只的毛毛虫 那么这种情形呢 过了几天以后 这些毛毛虫呢 把大枫树的叶子 全部啃光了 之后呢 这一棵 这一些毛毛虫呢 全部就死掉了 然后它呢 在这一个画面上面 没有了 在这个画面上呢 发现到在恒春的一个 黄色野百合的 这个 这个花的上面呢 有三颗 掩饰的非常好的 美丽的虫卵 那么这个是一种智慧 什么智慧呢 它知道说 这一个植物 足足可以供应 三个虫卵的生活 然后呢 又不会毁坏 这一棵树 这一个植物 那么 我们人类呢 就不如 这个小虫那么聪明 我们在 小小的地球上面 下了几个蛋呢 现在已经下了七十几亿个蛋了 所以这个大风树的悲剧呢 现在已经开始在进行了 已经开始印在这一个什么 大风树悲剧上这一个 这个剧呢 在节目单上面 已经印上去了 那么我们所有的人呢 都在这个地方拼命的 啃食大风树的叶子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呢 非常好 所以提出来 跟大家分享 再过来我们要谈到的就是 不堪负荷的地球 我要提出来的是 粮食危机 近年来呢 地球暖化 那么这个暖化呢 带来了我们气候的异常 那么这个气候异常呢 现在已经变成常态 而不是说 这个只是暂时的异常 已经是永远是异常了 因为怎么样 暖化的这个地球 我们所谓的暖化呢 就是说大气 大气上面的二氧化碳的浓度 太高了 结果阻碍我们太阳红外线 所带来的这个热气呢 往外空扩散 所以地球是越来越热 那么这边呢 有两个问题 就是温室效应呢 它导致气候的极端化 所谓极端化呢 就是说随时 那么可能会产生 暴风雨或者是干旱 那么就怎么样 天灾就形成 所以我们的这个 全球的粮食生产的体系呢 就变得非常的脆弱 非常的脆弱 这个呢是一个 很危险的一个事情 那么等一下我们 还有一些数字会 跟大家报告 第二个呢 我们油价高涨呢 对粮食的危机 犹如火上加油啊 因为我们在这个图片下面 三个图片呢 我们可以发现到 国外的 机械化的粮食生产呢 它用的是石油 肥料也是在石油里面提炼出来的 国际货运输呢 国际贸易运输呢 也要靠石油 所以说当石油的价格上涨 我们的粮食的价格呢 也会上涨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生殖燃料 就是用我们的粮食去制作燃料 这个叫做生殖燃料 生殖燃料呢 只要我们的石油价格 一桶超过65块呢 它就有机会 有利润可以来 所以在2008年 我们发生了这一个粮食危机 那美国呢 就在全球的责难之下呢 它就停止了 这个一亿公顿 古物的变成 转化为生殖机油的 这个补助 它就停止了 那么停止了 对地球有什么影响呢 解除地球的粮食欠缺的问题 这个就是 在2008年的时候呢 就发生这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台湾 台湾呢 问题我们要 讲到的就是台湾的 先讲到台湾的环境 我们的国库呢 基准了很多的外汇 表示我们很有钱 但是呢 台湾的天灾跟人祸 年年都在增加 岁岁在扩大 我们的空气 一年比一年怎么样 变差 越来越坏 还有呢 水质是越来越臭 甚至于都没有办法饮用 那么用我们所有的钱财 要去把这个空气 水 还有整个环境 买回来到我们以前 捷径的地步呢 大概也没有办法了 那么我们发现到 目前台湾的山野呢 茂密的森林去哪里了 没有了 那么没有了森林 我们还可以称为福尔摩沙之岛吗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台湾呢 就不会再平安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子 这一个 我们台湾呢 好 没关系 再回去好了 我要看一个 好 没关系 等一下再看 那么台湾呢 我们的粮食自给率 只有31% 只有31% 所以台湾 随时都可能断粮 因为怎么样子呢 在2008年的春天 发生粮食危机 那么台湾呢 还好 靠着三个月的 法定的这个存粮呢 勉强度过危机 度过这个断粮的危机 那么三个月以后呢 我们整个世界的粮食危机解除 但是我们台湾 六月份的食品价格呢 比前一年 比前一年 涨了百分之十二 进口的物价指数呢 也较比上一年 涨了百分之二十六 这个是 非常惊人的 那么2008的这一个 粮食危机呢 维期是不到三个月 如果下一波的粮食危机 超过一年的话呢 我们自己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一的台湾 是不是会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啊 这个怎么办 在2001年 中东呢 发生了莫利花革命 那么 莫利花革命呢 导致这个埃及 这个穆巴拉克的总统呢 下台 他执政了三十年 这个下台 有人说他是贪污 他是独裁 其实呢 他暴动的原因是在2007年 我们发生了 开始就到2008呢 发生了这个粮食危机 那么我们粮食危机呢 导致这个 中东地区的国家买不到粮食 人民的肚子添不饱 那么添不饱怎么样呢 就开始示威跟暴动 然后才引起 中东很多国家 变成政治的事件 然后很多的国家的政府呢 都垮台 那么 我们在2007年的年底呢 全球的粮食的存量 只有57天 那么他 标准的存量应该是70天 他降到57天 这个是 在全球呢 是非常少的一种情况发生了 所以呢 在2008年的春天 有两个事件呢 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 国际股物市场呢 在2008年的春天 几乎停止 就是修饰 没有粮食买卖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俄国跟印度等18个国家 他们国内呢 他们就是怕国内断粮 所以停止出口 导致全世界有很多的国家 大家都在抢粮食 所以 这个是第一个 国际股物市场 停 修饰 这个很少的 第二个呢 就是 美国大家都知道 它是粮食生产的国家 这个国家呢 是非常富裕的 但是呢 美国最大的这一个通路商呢 Walmart 还有Costco 这两家公司 甚至于要求 它的客户呢 限制 购买白米 食用油 还有淀粉 这个是空前的一个 发生的这一种事情 所以说呢 欧美国家 它在2008年呢 第一次 经历到 有钱 也买不到粮食的 这一个危机 那么我们再回头看一看 我们台湾的农村 那么我们要了解 台湾的这一个农村以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子 有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呢 是喜马拉雅山的 那一边的一个山区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整个森林全部被烂啃了 然后呢 很多土壤已经被流失了 有很多的那个岩石呢 都跑出来了 这个是什么呢 烂啃导致这个 发生很多的灾变 我在这边有一个 数据 那么提供给大家参考 因为森林的烂啃 在喜马拉雅山呢 它一年 被冲走的土壤呢 超过60亿吨 60亿吨 其中呢 那有100万吨的这个食物呢 也是爆销了 因为怎么样 下雨以后 大量的这个水跟泥沙 一直往底下冲 往下游冲 然后呢 整个河流都被冲坏了 农田也被淹没了 那么在1997年的雨季 因为缺乏森林的保护呢 有3000个民众 还有20万头的牛呢 被淹死 紧接着呢 就是发生了大干旱 这个大干旱 毁掉的农田呢 更是惊人 有3500万公顷 3500万公顷是多少呢 台湾的可 可以种稻的面积 是42万公顷 那么 它是台湾毁掉的农田 是台湾可耕的 可耕造的农田的83倍 一年就毁掉这么多 所以森林 真的是相当重要啊 好 我们回过头来呢 看看我们的台湾 台湾目前的山林呢 真的是面目可争啊 因为森林都被破坏了 刚刚我们部长也提到 我们台湾是 在全球里面是 雨量非常多的区域之一 每年的雨量 每年的雨量有多少呢 905亿吨的雨水 下到台湾来 但是呢 我们因为没有森林的涵养 所谓森林的涵养呢 就是说 森林的雨下来以后呢 它有桥木灌木 花串 下面有植被 然后又有很厚的落叶 那么这一种空间呢 就好像是一个海绵 海绵 它的吸水力是 它本身体积的好几倍 所以我们少了 这个森林 好像海绵这样的 吸收水分的能力呢 结果怎么样 我们的水一下子 79%的水 全部被冲到海里面去 一下子就下去了 那么这个下去是带了 刚刚我们说的 它会夹带泥沙 夹带很多的农作物 就往海边冲 所以 想起来呢 是非常可怕的 以前 在日据时代 阿里山下一场大雨 流到嘉义市区 要七天 现在要多久呢 七个小时不到就到了 那这个水 为什么会那么快呢 没有涵阳 根据一些老子告诉我 说在 这个 下一场雨 在枫原 的大甲溪 枫原在大甲溪盘 大甲溪的水 要一个月以上 它才会慢慢变小 而且水是清澈的 因为以前没有滥垢 所以 我们能够用的是 百分之二十 所以台湾的水资源 在全世界排名地级呢 不足的 是排名倒数第十八 一百多个 将近两百个国家 我们是倒数第十八 我们是严重缺水的地区 那么这些有限的资源呢 百分之七十五 是用在农业灌溉 百分之十六 用在民生用水 百分之九呢 用在工业 那么 大家在字面上看起来 哎呀 台湾这一个 产值那么小的农业 竟然用掉我们 百分之七十五的 这个用水 那工业的产值 那么高才百分之九 所以呢 怎么样 缺水的时候 停止农业生产 供应给工业 供应给我们的民生 结果大家知道吗 我们台湾的高科技工业 它是一个高污染的工业 这些水 把这些高污染的重金属 还有很多的化学的容剂呢 全部融到水里面 我们有能力把它分离吗 非常困难 那我们台湾政府非常聪明 用水管把它接到海边 然后流放 解决问题了 这个有没有解决呢 没有 到最后食物链 还是回到我们的嘴巴 我们还是会吃到 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那么刚刚刚我们林部长也讲 农业的用水 它有 其实呢 它有一些很好的一个作用 我们把它 那个水田的 对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稻田 对我们的环境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 它补充地下水的功能 因为我们水呢 在每一个田 田间 那么种稻呢 水要停留在田间 这个水就会补充地下水 第二个呢 它调整地区的围气候 全世界最有名的 调整围气候的人为的工程 是哪一个国家呢 是新加坡 新加坡全面绿化 让整个新加坡的 全国的温度降三度 那水田有什么好处呢 一夹 就是一公顷的这个水田 它夏天的用 夏天呢 可以等于 六百台加用冷气的 那种功效 它可以降温降那么多 这样一年 一夹地可以节省 有两万度 两万度的电 第三个就是滋红 刚刚我们林部长也说了 这个水呢 让它停留 不要一次就流到水沟 停留在地上 然后等它下肾 或者再太多的 再慢慢地溢出去 它有滋红的功能 那么大家都知道 有水呢就有生命 所以我们生物的多样性呢 就要靠我们的水田来维持 那么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个呢 了解了这个水田 种到的一些好处 究竟我们要如何来对待 我们自己的土地 还有呢 让我们的粮食能够生产 增产 还有最重要的 就是不要让我们 现在平均年龄 以及六十岁的农夫 离开农业 因为农夫一离开农业以后呢 离开农田以后 所有的方汇的土地 当我们有一天 非常需要粮食的时候 没有农民为我们生产粮食 这个就非常危险了 所以说呢 我提出来两个对策 第一个呢 坡度不适合耕作的土地呢 要让台湾的山林在这边复活 这个是第一个 那么这个 世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呢 它倡议 它提出一个口号 就是拯救 那些拯救我们的植物 我们要赶快拯救那些 拯救我们的植物 我们要先 第一步要先 为植物 富裕 那么这些植物富裕以后呢 就可以拯救我们 所以它这个口号 我觉得非常的好 拯救那些 拯救我们的植物 这个是第一个 富裕台湾 在坡度上面呢 富裕台湾的山林 好像说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图片说 那个高山种茶 哇 好漂亮哦 修剪得非常漂亮 然后不管山多斗 全部是那种茶园 哦 农民收益很多 其实呢 这个农民的收益 跟我们日后要去处理 我们整个环境呢 是差太多了 所以像这一种茶园 就应该要造林 应该造林 那么 这样子对我们台湾的整体呢 是非常有利的 第二个 发展有机农业 或者是无堵农业 那么这个无堵农业呢 就是说 消费者拿到的 这个产品 农业产品呢 是完全干净的 这个在花蓮县呢 从2004年就开始了 那么它的面积到现在 我想一定超过 1000公顷以上的 这个是 这一种政治人物呢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 向他致敬 政府出面为农民 做这一种工作 建立品牌 帮忙做销售 这样子农民的 这个经济效益提高呢 这个是对整个国力 是非常有益处的 那么我来举出几个 推动有机农业的 这个效益 第一个呢 减少政府的医疗支出 我们现在台湾 到处都有什么 洗肾中心 这个跟食物一定是有关系的 一定有关系 这个医疗支出要是减少呢 可以用在其他的方面 第二个呢 节省公共用水的处理成本 我们公共用水 像这个下大雨的时候呢 台中市就有很多地方 就没有自来水可以用了 为什么 混浊 还有在水里面的一些有机质 无机物都全部要清除 这个费用就相当严重了 第三个呢 节省水源整治 跟生态富裕的费用 如果是全部是有机栽培的话呢 没有化学肥料 没有农药 那么我们何必做 这个水源的整治呢 生态的富裕 那不用 因为我们做生态富裕 就是刚刚有把台湾的山林 怎么样 恢复了 大自然呢 它自己会解决 它自己的问题 第四个呢 我们可以避免 远端供应的浪费 所以远端供应呢 就是 从台北 从高雄运到台北 或者是从国外运到台湾 这个都需要耗能 增加整个地球的负荷 所以我们如果 发展这一种有机农业 在地呢 就提供给在地使用 最后一个呢 这个是最重要的 带动完全健康 优质的休闲旅游 如果我们 把每一个农业生产的区域 变成有机化的时候呢 这种空间是自然的 是非常 非常怎么样 非常健康的 那么我们可以引进什么呢 引进创业的产业 用头脑的产业 创意产业 还有很多 退休人员的这种 生活呢 都可以把它拉到农村来 因为那是一个 非常健康的空间 农村也复活了 所以呢 我在这边呢 这个题目就是 再造桃花源 就是如果一个 整个灌溉水系呢 都富裕森林 并且采用有机农业 或者是无赌农业的话呢 它在经济上的价值 一定超乎农业 一个全面有机化的农业地区呢 将会带来全面性的 生态富裕 那么如果在这种 有机的地区 与旅游的话呢 我们身边 丰富的生态 跟温暖的阳光 还有呢 最棒的 随手采摘 最新鲜的食材 放心的生死 这个生死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的植物 尤其是生的 生死 这个植物呢 像我们的生菜啦 水果啦 它富有非常丰富的酵素 这个酵素呢 对人体的健康是 非常好的一个物质 那么我们可以放心的生死 这样我们的观光跟休闲 是不是不输给巴厘岛 好 好 争取时间 最后一个 我们最后一个 世界和平之药 维新圣教 在维新圣教的世界里呢 就是和平 那么我们师父 所做的一些 所有他每天所做的工作呢 都是在做利他 像我们补天 补地 补人心 这一个呢 对天 对地 对人 都是非常难得的 师父的这一种奉献 我们看这个补天呢 所谓补天 就是臭氧层破洞 臭氧层破洞呢 就是以前 我们最大的一个元凶 就是佛力碳化物 那么这个佛力碳化物呢 主要 以前是主要在 这个冷气的冷媒 现在已经改了 那么这个冷媒 它有 附有很多的 这个佛力碳化物 所以它飘到太空以后呢 第一个就在南极 那个地方 南极的这个臭氧层 被它破坏了 那么这个破坏以后呢 全世界的 这个 所有的太阳呢 它的紫外线就量呢 就非常多的 紫外线量就造射到 我们的地球 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 皮肤病 皮肤癌 在智利 还有纽西兰 这两个国家呢 他们 皮肤癌的 病患呢 增加率50% 还有白内障 也是因为 这个 紫外线量增加了 产生的 这一个 臭氧层的破洞呢 引起了整个世界的恐慌 好多人 你看 师父 我们有时候出游 那么师父的 女儿 都会拿着这个 紫外线的隔离 双方师父磨练 这个是为什么呢 要隔离紫外线 对人体有害 那么曾经呢 有专家预测 就是说 在不久的 几年以后 地球可能 有第一个物种 要灭绝 然后呢 紧接着就慢慢的 灭绝 所以我们师父呢 非常慈悲 那么我们在六月十 就是2007年 六月十九到九月五号 我们举行了一个 补天齐安的法会 祈求 亡产老祖 我们的老祖 还有众神佛 帮忙 为我们人类 消灾 结果九月五号以后 我们的 这个 旗安法会呢 九月五号 感动了 天 为什么感动天呢 我们所有的 同修地址 恭送了 六十四万部的 天德经 这个是所有人的 一种念力 感动了上天 那么终于呢 这个天文的单位 宣布 臭氧层的破洞呢 已经不会危害到 地球的危机 这个是我们师父呢 悲天 悲人 补天 还有呢 补地的工作 我们也发现到 我们在 2010年 我们师父呢 也发现到 地球呢 又有灾难了 一下子一个大坑洞 最大的有六百多公尺 宽 六百多公尺的深 这种坑洞 在全球呢 发现了一千多个 而且每天都在增加 所以师父那个时候 刚好在荣种 我知道 师父已生病 他还在挂念说 这个地球怎么办 后来呢 师父说 一定要赶快来救地球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 大家呢 更用心 因为补天的一种 激励 我们送了 120万部的地母金 祈求人类所居住的地球呢 不再有灾难 结果怎么样子呢 现在 从那一个 2010年 开始 我们补地以后的几年 这几年 已经非常少 非常少了 几乎没有地洞再发生了 所以我们 这个 维新圣教呢 补天补地 然后呢 我们目前 师父 推动了 儿童学艺经 然后呢 艺经 风水 精进班 就是大专的精进班 我们 所有 一百多位的法师 在台湾各地 越南 还有 这个 美国 都开 易经风水的 出击班 还有我们 目前 易经大学的 这个 学分班 硕士学分班 那么在在呢 都在提升 每一个人的智慧 还有呢 庄严 每一位 学员的 身 心 灵 达到最健康的 地步 那么 在这一个 画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个 后面那一个 比较先处 我们这一个画面呢 我觉得 我这个画面 已经放在我的身上 已经放了好几年了 树木 健康 河水 清澈 远处的山脉 那么的漂亮 还有地上的 所有的作物呢 都是非常健康 更难得的就是 每一个人 在画面上 每一个人的脸呢 都是看到牙齿的 然后呢 手上拿的都是 好像很棒的食物 这个是不是 我要请问师傅 这个是不是 所谓人间的 净土 所以我们只要 好好的 在我们 维心圣教 的这一个 大旗之下 我们随着 师父 还有老祖的 树荫 那么我们 迈步向前 总有一天 这个境界呢 一定会到来 谢谢大家 谢谢张院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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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